台湾英雄们夺冠在周一晚间风光返台 大批的球迷接机 只是桃园机场却爆发了网友形容的黄金之乱 管制区内免税店采蒙的董事长 带着员工拉布条为了抢拍照 硬是把教练球员往后挤 站在副总统萧美琴的身边 涉及了机场管制区内的管控疏失 交通部长陈世凯也下令淘机公司立即检讨 并计划对采蒙以最高的100万元重罚 采蒙为了平息众怒 也再透过书面声明表达歉意 承诺将会捐出新台币3000万元 来当作培育青少年棒球发展基金 12强夺冠的台湾英雄风光回国 却因为东线混乱 衍生出免税店采蒙人员乱入合照黄金之乱 采蒙董事长带着员工拉布条为了抢合照 硬是把教练球员往后挤 站在副总统萧美琴身旁 设计为安还有机场管制区内管控疏失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咨询时 高度关注 立委之一事前规划 厂刊全出大包 尤其副总统萧美琴当天也到场 政府援手维安等级 如此松散吗 副总统都要去了 那你维安你还不用高规格的去 那不是很离谱跟荒谬吗 跟委员报告我们特勤会看现地的情况 国家的运动员不应该被特定的厂商 或某些的商业的厂商 拿来当作宣传的工具 点名国安特勤 交通部通通都得就责检讨 交通部长陈世凯震怒表达不妥 也火速下令淘机公司即刻检讨 会影响我们机场营运属于情节重大 初步检讨 我们会以最高金额100万的大人出发 要以最高金额寄出重罚 而采摩也透过书面声明再度表达歉意 跟承诺将捐出新台币3000万元 作为培育台湾七少年傍修发展基金 只是违规事件也将影响到未来续约机会 这个必然会因为这件事情被祭点 那未来的续约的部分我们也会纳入考量 荒基之外引发全民怒火 主管机关也动起来全力究责 逼及机场国家门面 又是国家英雄回台 却上演混乱场面 可不能轻轻放下 解采访创流春围 台湾老道